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青红皂白的成语故事 那么有人也许会问 青红白都是颜色 那皂呢 没错 这里的皂指的是黑色 所以成语有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 如同说黑白不分 那么我们开始来说这个小故事 主人盖了一间仓库 里面放的全是粮食 为了防止鼠类偷吃 主人派了猫队巡视 打算从此高枕无忧 本来一切顺利 不料却出了意外 巡逻队里本就有窃贼混入 坚守制道也并非新鲜事物 主人本来应该采取防御措施 查出窃贼加以严惩 而对无辜者加以保护 可是愚蠢的主人却下令将所有的猫都鞭榻 这一命令实在莫名其妙 无辜的 有罪的 不分青红皂白 得到相同的待遇 于是猫儿一个不剩的全跑掉了 主人没有了猫 老鼠正好求之不得 猫一离开 老鼠便钻进了仓库 两三个星期内就吃光了所有的粮食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那就是 如果失窃又没有抓到证据 千万别不分青红皂白的诬陷和惩罚所有人 这样 即使窃贼逍遥法外 又会逼走善良的人 两成更大的不幸 所以在下结论前 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证据 来判断是非 不可以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好人 放过了坏人 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个成语 也学会它的运用